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繁衍祈福與保護 貝爾代文化國際巡迴展前往印尼 邀請印尼民眾欣賞 臺灣手工藝文化 了解貝爾代的工藝之美 與深層意涵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在印尼國家博物館 展出多見深具歷史及文化 意涵的貝爾代 包括駐印尼副代表葉菲比 印尼教育及文化部文化總司長雷斯圖 都出席開幕記者會 葉菲比副代表表示 這次貝爾代展 充分展現臺灣的手工藝文化 也象徵世代傳承中 父母扶育子女的愛 強調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 透過認識文化 更是增進交流的基礎 印尼教育及文化部文化總司長雷斯圖表示 希望藉由展覽加強和臺灣的異魂交流 策劃展覽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張智善 希望藉由母親對小孩子的愛 打動全世界的人們 我們主要傳達的意涵就是藉由物質文化 來表達媽媽母親對於小孩子的愛 而這樣的愛對於全世界來說 都是共同的語言 所以我們也很容易用這個共同的語言 打動所有的觀眾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的主題來進行巡回 貝爾代展覽會場上 也同時展出民眾投稿獲選的貝爾照片 讓民眾透過貝爾代文物展示 研討會及照片作品 進一步了解世代傳承 父母對子女綿密照顧 不分時代與國籍的親情之愛 台灣宏觀電視採訪報導